我打算說要來 我是過路我先講這段故事好了 因為我是臨時跑來中原院 然後在班戶上面就遇到威士忌 然後就被威士忌找過來這邊 然後就坐在那邊聽了兩咖啡 講話講了一個早上 然後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先講一下我們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這是我們一般看到 農委會在農產品產校園域上面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農民可以透過這個機制 把他的農產品的栽種過程跟他的資訊 透過這個網路上把它收集起來 那這個網路當然就是比較正規的 這個資訊比較正規 他會記錄這些資訊就如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他會記錄產地啊 然後他的栽種過程在下面這邊 那我們希望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種的地方跟他之後銷售 銷售的地方其實也會有在他上面 現在是open data 那這些資訊要怎麼樣被再一次的加持利用 就是成為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再拿這個資料再持續使用 因為他這裡面的資訊譬如說他銷售到哪些產地啊 或是這些產地的資訊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結構化的一個資訊 所以不是結構化的資訊就是說他可能是一段 譬如說他賣到哪個地方他會講說他賣到中南部的頂號 或是全省的這個加勒服類似像這樣子的描述方式 那所以我們就花了一點時間去整理這個農商品產業漁業資訊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比較結構化的資訊 簡單講就做了這些事情 那這一段後面的事情的生產紀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還沒處理就是處理一部分的 那還沒有處理完 那我們就針對上面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在這個網路上沒有很完整 如果各位去看API所釋放出來的 可不可以比較完整一點 那目前這個是要收分data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先講結果 結果就是我們在前端上面架了一個Chrome的那個 Chrome的extension 不會跑出來 好 這公共intention在啟動這個extension之後呢 他會去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其實在漁網的術語來講 叫Sparkle endpoint 那Sparkle是一個漁網的規範 他就去找了這三個地方找的資料進來 那他怎麼找呢 就是在這個網路這個網頁上面 這是一個iBook的網頁 當然這是廢話 大家有看的到 然後上面呢 上面的這些 這一些那個食材呢 他有特色的是用這個schema.org的漁會去編寫 那schema.org的漁會編寫的時候 他會特別針對這個漁會裡面寫你的gradient 這個部分 所以呢 我們的程式呢 就去找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pass全部 只有找這個部分出來了 不用pass全部 那找到之後我就知道食材了 那因為食材的名稱呢 會有一些出路 所以我們還要再做一些自然語言的那種 對應的方法 來知道說 譬如說那些食材 有標註紅色 也標註黃色的部分呢 是 字呢有相對應到的部分 那 比如說我們現在點了番茄 你會發現他又觸點一次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我們當初把所有這些辨識到的食材呢 都去把這 都去這三個地方把它抓回來之後呢 那其實 這個資料呢 其實不是一個 我們一般看到的那個relational database的一個資料 而它是一個graph的型號 就是 它是一個sbo 就是主持動詞受詞的一個結構 所構成的一個資料 就是一個graph的data 然後它會回到本地端這邊來 本地端這邊來之後呢 然後再按一次之後呢 它會再做一次處理 把這些資料再過濾 那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這些 看到這些番茄呢 我自己 番茄的產業領域讓你買的 就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知道在哪裡買 然後每一個地方呢 就可以 現在看到的都是頂好 所以頂好真的非常多 都是頂好 那 就也知道說這個番茄呢 在產業領域賣到哪個地方去了 那也可以知道說 它在哪一個餐廳有 番茄沒有 番茄沒有這個 番茄沒有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呢 不講太久了對不對 另外的是 我們也把這個 其實如果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產業領域上面的食材跟這個 跟這個批發市場上面所登記的食材的名字 其實是有出路的 譬如說高麗菜 你叫高麗菜 你叫高麗菜 叫感染 那這兩個東西怎麼對應在一起 就變得很麻煩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做一些對應 那這個TW Food.cc呢 是另外一個人做的 他後面做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是 他去比較說這個 這個 這一個產品呢 他的當季的價格 現在的價格呢 跟他過去三季的 過去三季的價格的不一樣 如果他比過去三季的平均高呢 那這個價格當然就不被推薦 那如果比較低呢 他就被推薦 那產量也是一樣 跟過去三個月不是三季 過去三個月能做比較 那所以他就可以寫出來一個推薦指數 告訴大家說 你現在譬如說你要翻寫 對於現在來講呢 他是推薦或是不推薦的 那這個就是最近做的一些生產區域 那這個後面的結構化資料呢 就是在這些網站 這些是結構化資料的一個樣子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語域網的一個技術 跟他的這個承介方法 後面其實都是RDF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就按這個鍵 就可以看到他是RDF的一個資料 大概就是這樣子 現在還在運作當中 如果各位有什麼意見跟想法的話 可以一起來分享 好 謝謝 時間到了